大家好,我是潘世翼。 两个月前,我们收到了比尔盖茨先生的邮件。 他邀请我们参加由他倡导的能源突破联盟。 我和张兴看了邮件,并商量后,认为这些事情很有意义。 我们恢复邮件,表示我们很感兴趣。 紧接着,比尔盖茨来了一封详细的邮件, 告诉我们,他倡导成立能源突破联盟的初衷和下一步的计划。 我们为什么要加入这个联盟? 在今天,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我们有以下两点考虑。 第一,面对全球的气候变暖,环境的恶化。 首先,要有新的能源,清洁的能源。 在技术上的突破和他的广泛应用。 比尔盖茨先生,做任何事情, 无论是商业、教育、医疗, 还是其他方面的事情, 他都是寻找在技术上的突破口。 这次,他倡导的能源突破联盟汇集了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家。 我们相信,依靠大家的努力,一定会在技术上有所突破。 我们愿意和所有联盟的成员一道, 贡献我们的力量,贡献我们的时间,贡献我们的财富, 增取让新的能源,清洁的能源,在技术上早日地突破。 第二,解决气候变乱问题,环境的污染问题, 仅仅地依靠技术,它是不够的。 有比技术更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新的意识。 也许用心来形容这种意识是不确切的, 因为这种意识长久以来就用藏在我们的思想中。 这种心的意识是什么呢? 就是为他人服务的意识, 慷慨给予的胸怀, 愿为全人类做出一些牺牲的品质。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新意识, 我们所有的会议,所有的探讨和行动, 就会空在四节中,没有出路。 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地审视 个人和人类社会的关系, 要进一步地审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 个人像一个个的细胞, 而人类社会和自然才是一个有机体。 细胞离开了有机体是无法存活的, 细胞的生命也是没有意义的。 今天,当几十位全球优秀的企业家 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面对人类的空境, 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时, 他们的国籍、性别、民族并不重要。 我相信,这一定能够唤醒更多的人, 参加到这个行列里面来, 尤其是现在正在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的参与者, 他们会在比尔盖茨倡导的能源突破联盟中, 看到除了政治上的权益之计, 商业上的讨价还价之外, 还有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希望, 这些有意义、有价值的力量和意识, 能够转换成大会上实质性的协议和具体的承诺。 在人类面对如此严重的考验时, 只是几十个企业家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每一个人的奉献, 无论他奉献的是时间、智慧、技术还是金钱, 哪怕是一个点赞、一个建设性的批评, 都是很重要的。 你奉献的一块钱和企业家奉献的一亿元是同样的重要, 同样的有意义。 也许我们面对这种恶化的环境, 就是在考验我们是否能够团结, 是否能够有爱心, 是否有关心他人的思想。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只是一种付出, 一种牺牲, 对经济发展而言是一种阻碍, 但我们看到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 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环境的破坏, 也让我们人自身的精神成长, 越来越走入立即自私的死胡同, 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真正的双重的彻底的破坏。 在我们面对环境危机时, 个人和政府, 政府之间常常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 有时是相互不信任, 对抗, 敌意, 而真正要解决环境的危机, 就是要避免这种不良情绪的出现, 需要的是全球有共同的责任意识和一致的行动。 正因为我们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 才能够使我们每个人, 每个国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使我们的世界形成一种新的秩序。 中国最初以国家的形式出现, 就是因为我们面对着巨大的空缆, 水不够用, 如何地用黄河的水来造福所有的中国人, 形成了奎求之门。 奎求之门就是中国的雏形, 国家的形态, 远远地优于过去部落的形态。 为了让自己家的水墨转, 不顾下游的人可死, 这种狭隘的自私的观念,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迟早会摒弃的, 我们希望现在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 不要让只顾自己家的水墨转, 不顾下游人死活的思想去冒头。 感谢观看,